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到十二年 十一岁的时候就凭借着唐山大地震 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 随后开启了自己的把评模式 虽然都是一些小资电影 但是不少网友都被他的演技折服了 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唐人皆探案 他在结局那一抹微笑令人鸡毛哥的都竖起来了 也正是这么微笑 让观众记住了张子峰的名字 现如今破译的票房也证明了他确实实力非凡 不过他的成功离不开陈思成的帮助 因为第二部缺少他 很多网友还非常惊讶 第三部他又将出现 也给了观众一个很大的惊喜 能够在当今社会给网友如此大的期待 这是很多明星做不到了 陈思成不仅选中了张子峰 还选中了刘浩然 刘浩然出道到现在爆孔 都是陈思成一手包办 从选角到出演影视作品 他的成功离不开陈思成的礼鹏 他曾经爆料公司给了他很多帮助 他想要出演什么角色公司 都会尽量给他找来好的剧本 而他所在的就是陈思成的公司 不仅陈思成对他非常好 佟丽亚对他也非常好 经常给予他适合的帮助 观看一下这些年 刘浩然的口碑非常好 这与陈思成也有很大的关系